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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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这是什么啊 是香菇啊 你没有看过香菇吗 真的吗 是啊 这个东西可以吃嘛 不知道耶 我们野狼是不吃香菇的 可是应该可以吃吧 有的香菇也会有毒 这个呢 不知道 好像很好吃 好想吃吃看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吃的比较好 你不要走 你吃吃看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野狼是不吃香菇的 可是吃一点应该没有关系吧 如果确定没有毒的话 那我再来吃 怎么这样 快 快点吃 这受不了 你说什么 可是 怎么样 满吃好吃 真的那么好吃 好吃 好吃 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说好吃是真的好吃了 那当然也就没有毒咯 不 事实上 我吃的好饱啊 好满足啊 找个地方睡午觉吧 这样也好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 有什么好笑的 我没有在笑啊 你明明就在笑嘛 我并不是因为觉得好笑才笑的 是嘴巴自己笑出来的 野狼 你振作一点 那个香菇 那个香菇 好笑 笨蛋 笨蛋 原来你们吃了笑菇 都是熊大将军叫我吃 害我变得惨兮兮的 然后呢 现在笑的毛病已经治好了吗 没有 明明不好笑 却要不停的笑 真的很痛苦 怎么样 又来了 有时候 动不动 又回饭做了 那还真辛苦 那还真辛苦 总而言之 这段时间就善事饶了我 别派我去陪熊散步吧 好不好 拜托你 代替我去 我也没有兴趣啊 不然 至少今天一天好吗 因为你很聪明 一定可以抢抢一副熊大将军的要求 好吗 野狼那个家伙明明跟我说他们不吃香菇什么的 结果呢 竟然吃的比我还多 那个家伙平常就蛮阴险的 嘴头这么倒霉 听你这么说 大家都说你们狐狸是非常聪明的 真是不好意思 而且听说你们的知识非常丰富 哪里 我们又那么了不起了 野狼那个家伙好像没什么常识 这样吗 有那么美妙的声音在叫的 那是什么鸟 那个声音是叫 那是鸟中之王的声音 因为他是国王 所以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太无礼 那里 那只小小的鸟就是国王吗 人类也是这么称呼他的 那么我一定要去这个国王所居住的王宫参观一下才行 可是那个王宫在哪里呢 就连你这个万事通都不知道 我有办法可以查出来 既然这样就带我去 请您先稍等一下 因为鸟后一定很快就会飞回来的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王宫在哪里了 好 那我等 看样子 王宫就在那棵树的树底下 警察稍等一下 来会儿鸟后跟鸟王会再飞走的 到时候再去看比较好 可是我好想早一点看看他们的王宫 忍一忍 好了 可以了 走 我们走吧 父王陛下怎么不抓大只一点的重回来卖 真是的 就是说希望我可以早点学会飞 好像有什么人在看我们 什么 这里就是那位鸟国王的王宫 这个王宫也未免太寒酸了吧 你是什么人 我是这个僧礼的大将军熊大爷 你们几个小鬼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王子殿下 是不是 不过你们哪有王子的尊贵 简直就是没有气质 又有点脏兮兮的小鬼头 你刚才说什么熊公 你敢侮辱我们 我们不会饶你的 要是让我父王陛下听到的话 绝对不会白白放过你 不要去告诉父王陛下 你的命已经活不长了 熊公 什么 你真是一群口齿淋育的小鬼 我们快点走吧 如果鸟王他们回来的话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的 你这个大小花 小饭桶 可恶 对啊 可恶 走开 真受不了 好了 我们回去吧 说的也是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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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陛下 你们三个怎么了 你们的肚子不饿了吗 不是啦 有一只熊跑来嘲笑我们 如果你不处罚它的话 我就不吃 我们这种妙真的是身份很高的鸟吧 王陛下 当然是啦 既然这样那只熊绝对不能原谅它 好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去找那只熊的 我会跟它说 叫它以后不要再来侮辱我们 熊 你在吗 熊 你怎么会有什么东西呢 我只是把我的感觉老实的说出来而已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深深的伤害了那些孩子们的心 你是说那些一点都不可爱的小鬼是吗 你现在又再一次的严重误辱我们 好 我决定发动战争来解决 要发动战争 别笑死人了 别忘了我说过的话 我会将在空中飞的生物全部都聚集起来 那么我也会把地上跑的动物野兽全部都叫过来 我对你正式宣战 我接受宣战 真是糟糕 这下子把事情闹到了 战争了 要跟谁战争呢 不要 还算了一个动物 好 王陛下 所有的鸟类几乎都已经到齐了 我明明说在天空飞的全部都找来的 当然了 苍蝇蚊子蜜蜂偷偷都来了 是吗 敌方也一定召集了大军 大概吧 看样子 那只熊应该是战前董指挥 打好司令吧 不知道 那个家伙虽然力气很大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脑袋空空的 那么你觉得会是谁都要战前董指挥呢 我还是野狼呢 我想不同的人当总指挥 战争的方法就会不一样 我看这样好了 我们派一个人偷偷的潜入敌军聚集的地方 一定要先刺探一下军情 这样才比较妥当 你有适当的人选吗 为了避免被敌人给发现 体型越小的越好 对了 你刚才说蚊子也叫来了吗 是 这种时候派蚊子去当舰蝇最好了 大家都聚集到这来了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办 就打仗 这还用说吗 要怎么打 要怎么打我也不知道 真伤脑筋 总而言之他们会先飞过来 可是那些家伙是会飞的 他们飞在高高的空中 对我来说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么说要你定作战计划了 那是当然的 那就你来你吧 作战计划 我不行了 我从来没有 你这叫什么 难道你忘记了吗 就是赏一赞 吃毒香毒的中毒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好 是吗 狐狸 我现在命令你当作战将军 你负责指挥作战 什么 我 没错 你的头脑知识丰富 除了你之外 找不到更适合的人选了 怎么样 既然没有别的人选 要我接受的话也是可以了 是吗 那就决定了啊 如果要痛在那只嚣张的鸟 该怎么做才好呢 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 你真不可靠 那是当然了 毕竟我以前从来就没有做过战前总指挥嘛 应该是对方会攻打过来对不对啊 所以准备战争的战场应该就在那边咯 哦 这样的话很简单嘛 这灭殷疾就好了 好 随时攻打过来吧 臭鸟麦 好 这样的话我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好 各位战友 我接下这一次战争的战前总指挥一职 我想敌人应该很快就会攻打过来了 因为对方的体型比我们小很多 又没有什么力气 所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但是鸟类它们只能各自分散孤军奋战 所以要获得胜利是很困难的 狐狸将军晚点 好晚点 请你们先看一下这里 各位 我是不是拥有一条很雄伟的长尾巴 非常的醒目 当我把我的尾巴 像这样 直直的往上竖起来的时候 就表示继续战争朝着敌人不断的攻击 然后万一我的尾巴像现在这样垂下来的话 各位 到那个时候就要撤退了 大家就各自逃命 知道了吗 太成功 太成功了 我真是当间谍的天才 快走吧 我得把刚才的事报告国王才写 那些讨人验的兽类动物熊的同伙们都已经聚集在广场了 我们现在立刻就出发去攻击在地上跑的兽类吧 由于我们是从空中攻击 所以非常有力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各位 进攻吧 那些鸟来了吗 兄弟们 表面大意 不要害怕 加油 上啊 上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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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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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小兵 你们在干嘛 加油 小兵 上 各位加油 凤仔敌人 你去把虎头锋叫过来 可命 加油 各位弟兄 只差一点点 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虎头锋来了 光陛下 好 虎头锋 我现在交给你一下特别的任务 是的 好 各位加油 敌人一定越来越疲倦了 兄弟们 再努力的加把劲 加油 好 好 好 救命 救命 谁想把劲 救命 救命 居然这么会忍耐 再来一圈 上里就在眼前了 好痛 加油 这个家伙真的很会忍 好 再次一针 上里的光滑 走 走 都死了 好痛 好痛 都死了 快逃 这针结束了 我们输了 都死我了 都死我了 我们输了 都死我了 都死我了 快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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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们还是决定不吃饭了 为什么 父王已经教训过那只熊了 不行了 他上次居然还骂身份很高的我们 说我们三个是当心底的小鬼 把那只臭熊叫来这里 让他跟我们道歉 还要让他叫我一声公主 要不然我不吃东西了 我知道了 我去就试了 真是可怜 熊的力气虽然非常大 这样才会被那些小鬼瞧不起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王子殿下 这里还有一位公主 我向您道歉 公主殿下 你看 围墙的国王在唱歌 好 就是啊 真是幸福的鸟啊 多吃一点啊 要赶快长大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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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